布袋新闻新明里的湿地宽广 秋冬的候鸟记有不少黑腹叶鹅在此栖息 其他的候鸟也相当多 在候鸟迁徙期间 这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过境鸟休息站 最近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只长嘴半仆玉 比半仆玉更少见 过去我经常听闻出现什么鸟 我经常是闻风不动的 过了好几天呢 有时候想去他也经走了 这次这个长嘴半仆玉 我第二天就感觉了 新闻里的湿地来了许多次 却忘了这里早上顺光笑逆光 我来到时才大探 为什么没搞清楚 就在逆光的时候到这里 这黑妈妈的鸟不好找啊 这漂亮的雨色也要打着扣 进来时 右边有小群尖尾冰玉 先看到就先拍 而且还顺光 这只是弯嘴冰玉 与尖尾冰玉差不多大小 繁殖鱼都很艳丽 在这段时间 相当普遍的过境鸟 是这段时间相当普遍的过境鸟 是这段时间相当普遍的过境鸟 算是繁殖鱼与非繁殖鱼之间的变化 相当大的一种鸟 来到鸟点 逆光严重 这次我发现反差大的时候 Nikon Z6录影的效果 没有录影机好 要在一群逆光的鸟中 找出没有见过的长嘴 伴扑玉 真不容易 不过既然是长嘴 应该不至于太难找 在鸟友通知的鸟点 我找了半个小时 没踪距 只好回头再找看看 果然黄天不复古兴人 在离路边不远的地方 找到了他 他正积极地在泥滩地上觅食 因为嘴长 觅食的动作 与弯嘴冰玉不太一样 这时 我已换成用望远镜录影机了 感觉反差没那么大 暗部的细节比较清楚 长嘴伴扑玉 个子比弯嘴冰玉稍大 所以如果长嘴伴扑玉 在长 而且不是太远的话 应该不难找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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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天是个大阴天 这下少了阳光又要大杂折扣了 而且鸟不好找 又花了半个小时找鸟 一无所获 最后回到鸟点等待 终于在较远的地方看到了他的身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偶尔终于等到阳光露了一下脸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他明显的白色与圆 他颈部有一圈羽毛 常被风吹起 我就想会不会他求我时 颈部的羽毛也会膨胀起来 可惜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长嘴半扑玉 繁殖于北极胎原 在各种湿地迁徙和渡冬 会迁徙到美国南部及中美洲 主要是吃昆虫 软体动物 甲壳类及水生如虫 有时也会吃植物 在台湾 长嘴半扑玉是稀有的冬后鸟 这次在布袋出现 应该是要美凡了 1个对签 4个大小红豆 搅拌 大小豆 2分80度 每个小豆 Bros 包一盏 那是 散数 0 5 5 4 这是很高兴能看到 繁子羽的长嘴半浮玉 谢谢您的观赏 欢迎订阅 谢谢 下次再见